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吉尔加美什史诗》 吉尔加美什史诗是人类用文字写下的最古老的故事 比《河马史诗》和《圣经》还要早一千多年 而且还在很多方面影响了后面两本书 比如《圣经》当中著名的大洪水和诺亚方舟 就是来自这部史诗 连细节都大同小异 1872年 有一个名叫乔治·史密斯的英国人 从刻满了楔形文字的泥板上 偶然读出几行类似诺亚方舟的描述 这才让人们重新发现这部曾经长埋黄土 被遗忘了几千年的伟大事实 历史的英国循环往往就是如此奇妙 吉尔加美什是一个苏美尔的国王 苏美尔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一只 美索不达米亚在希腊语里面的含义是两河之间的土地 这两河就是诱发拉底河和迪格里斯河 你应该还记得四大文明古国里面有一个古巴比伦 巴比伦就是苏美尔文明的继承者 吉尔加美什在苏美尔人编的王表里面 位列第五类似于三皇五帝的那个级别 吉尔加美什史诗有两版 第一个叫做古巴比伦版 是几篇独立的故事 完成于公元前2100年 也就是大约我们这边下朝刚开始的时候 第二个叫标准版 是由巴比伦祭司辛雷克乌尼尼根据古代材料增定出一部有头有尾的史诗 完成于大约公元前1700年 现在提起这部史诗一般就是指的标准版 也是按照标准版算出来 比河马史诗和圣经早1000多年 要知道啊 越古早文字就越金贵 能读会写的人仅限于极少数的精英 克勒兹的泥版要经过考晒保存在神庙里面 可以想见这些泥版只会记录最重要的国家历史 和最宝贵的人生智慧 现在苏美尔人的国家早已经烟消云散了 但是吉尔加美什的故事却通过文字永久流传 大诗人李尔克在1916年的一封信里写道 读吉尔加美什史诗应该是一生当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 我经常向朋友转述整个故事 每次都能让听众目瞪口呆 接下来 我想从三个方面给你讲讲吉尔加美什的故事 这个古代苏美尔人心中的大写的人 一生在追求三样东西 一是追求爱 人只有通过爱别人才能获得真正的人性 二是追求战斗 人只有敢于和比自己强大的敌人战斗 才会变成英雄 三是追求不死 史诗要传承最宝贵的人生智慧 那就绕不开死亡的问题 而吉尔加美什追求不死的经历 给出了一种耐人雄伟的答案 好 现在就让我们从头开始 跟随吉尔加美什 体验一切 洞悉一切 完成一切 时间回到了4800年前 在一个名叫乌鲁克的苏美尔城邦 有一位年轻的国王叫吉尔加美什 乌鲁克位于今天伊拉克南部 以指叫瓦尔卡 标准版史诗里加了一个序言 很自豪地描述了乌鲁克的样子 他说城里有古老的石阶宽阔的花园 热闹的神庙 特别夸了一下乌鲁克的砖墙 这在当时可是一项重大成就 保卫城市的不仅有城墙 还有大英雄吉尔加美什 前面说过 他在历史上应该是确有欺人的 不过史诗在原型的基础上加以夸张 说他无比的俊美 身高11尺 三分之二为神 三分之一为人 他打起仗来像洪水一样不可抵挡 又像一座碉堡万夫莫开 但是他当国王 却让乌鲁克的百姓是爱恨交致 吉尔加美什有一颗风暴般的心 这个修辞你品一品啊 其实不是好话 是在批评国王 不知节制 残暴无情 他让男人总有打不完的仗 和干不完的活儿 儿子见不了父亲 他还要女人献出出业 新娘见不了新郎 我前面说吉尔加美什约等于三皇五帝那个级别 但是在故事刚开始 比起姚顺 他倒是更接近于商咒 乌鲁克的老百姓忍无可忍了 只好去神庙里告状 男男女女日复一日 终于把状告到了天神安努那里 安努是苏美尔神话里面最高的神 代表天 一般是不管凡间事的 而这一回 安努叫来了女神阿鲁鲁 让他再造一个人 和吉尔加美什势均力敌互相制衡 于是女神阿鲁鲁就洗干净双手 拧下一块泥 抛向旷野 凭空又造出一位大英雄 名叫恩启都 恩启都看上去是三分之二的野兽 三分之一的人 他不会说话 满身长毛 和邓灵之类的动物在一起 食草充饥 竹水而聚 很快 有一个猎人看见了恩启都 一连三天 猎人隔着池塘 看见有一个大块头的长毛野人 和动物一起转悠 一起吃草 一起睡觉 猎人是又气又怕呀 怕可以理解啊 那他气什么呢 原来恩启都把猎人设下的陷阱 全都毁了 猎人挖一个坑 恩启都就填平 所以恩启都是动物的守护者 正如吉尔加美什 是乌鲁克的守护者一样 恩启都一来 猎人的生活就没有办法正常继续下去啊 所以只好回到城里 找吉尔加美什诉苦 猎人意想不到的是 吉尔加美什没有直接用武力摆平这件事 却给猎人出了一条美人计 找了一个妓女和恩启都睡觉 让动物们看见了 自然就重叛亲离了 需要说明一下啊 这里我们说的妓女呢 也能翻译成神迹 因为他们是兼具祭司和妓女的身份的 卖身不是为了个人利益 而是为了荣耀女神伊什达 伊什达掌管星爱河战争 在苏美尔文化里面地位非常高 前面我们说过啊 乌鲁克有热闹的神庙 老百姓告状要去的神庙 其实全都是指伊什达神庙 这个伊什达女神啊 后面还会亲自登场 这儿呢 咱们先暂且不说 说回猎人那边 猎人带了一个叫沙姆哈特的妓女 赶了三天的路来到池塘边等待 恩启都又和野兽一起出现了 沙姆哈特看见恩启都年轻力壮 带杀气 却毫不畏惧 他脱下衣服 铺在地上 果然把恩启都吸引过来 接下去 史诗用笔极简 说恩启都开始享用女人的魅力 而沙姆哈特接纳了男人的呼吸 两人交欢六天七夜 顺便一提啊 七在古代作品当中泛指很多 交欢结束之后 恩启都朝野兽望去 野兽却转身就跑 不过 有诗也有德 恩启都获得了人类的理性 不再懵懂无知 哥德写永恒之女性引领我们飞升 几千年前的苏美尔人显然对此早有认识 沙姆哈特不仅给了恩启都礼制 还要带他回乌鲁克 沙姆哈特自豪地向恩启都描绘了乌鲁克的繁华 说城里每天都像过节一样 跨完城市 又赞美起国王基尔加美什 说他深得诸神宠爱 比任何男人都威武雄壮 恩启都听了不服啊 一定要找基尔加美什比试一下 而在另外一边 城里的基尔加美什做了两个怪梦 第一个梦里 天上掉下一颗巨大的陨石 基尔加美什走上前轻轻抚摸 如同对待爱妻一般 第二个梦也差不多 陨石换成了一把斧子 基尔加美什捡起斧子 又轻轻抚摸 如同对待爱妻一般 野牛女神宁孙为儿子解梦 告诉基尔加美什 他会得到强大的好友 很快恩启都跟着 沙姆哈特来到了乌鲁克 碰巧赶上一户人家结婚 前面我们说过 新娘是要把出业献给国王的 基尔加美什来到婚房前 恩启都却伸出腿 拦在了门口 两胸之争终于爆发 但怎么过得招 这一段蚊子却遗失了 出土泥板上正好残缺了一块 你不乏把这当作一场 古龙式的武打 虽然没有过程 却有一个意外的结局 基尔加美什单腿跪地 应该是败了 然而不知道为什么 恩启都反而开口 对基尔加美什说 你在世上最威武雄壮 是上天注定的王者 说完 两人紧紧拥抱亲吻 他俩成了一对好朋友 俗话说 不打不相识 可是打完之后 两人紧紧是好朋友吗 你怎么解释 基尔加美什 两次充满爱意的 轻抚代表 恩启都的陨石和斧子呢 好吧 我说一下我的理解 在我看来 他们俩存在一种特殊的爱 爱一个人 就是把这个人 当作世界上 唯一的不可替代的存在 而恩启都恰恰是天神 为基尔加美什 量身打造的匹配者 因此他俩的关系 超出一般意义上的 好友 知己或是爱人 也许可以成为一种 宿命的羁绊 恩启都让此前只懂得 杀戮和战友的基尔加美什 学会了爱一个人 从而获得了真正的人性 所谓人性 说白了 就是将心比心 也只有恩启都这种 镜像般的存在 才能让基尔加美什 能从外部来观察自己 从自恋 过度为爱他人 超越了自我放纵 学会将心比心 不知道天神安努 当初设计的制衡策略 有没有预料到是这种结果 但是不管是有心设计 还是歪打正着 乌鲁克的暴政 就此结束了 接下去 基尔加美什 不再和人打 而是要和天上 地下的妖魔鬼怪战斗 话说 在遥远的雪松林里面 住着一个凶恶的妖怪 他叫红巴巴 他有狮子的脸 老鹰的爪 和蜥蜴的皮肤 基尔加美什照理 不该去打这个妖怪的 理由有三个 第一 红巴巴所在的雪松林 离乌鲁克八杆子打不着 第二 红巴巴是天神恩利尔 派来镇守雪松林的 恩利尔是天神安努的儿子 前面说过 安努代表天 基本不插手凡间的事 而恩利尔却是掌握 十权的神界太子 打狗还得看主人 对吧 第三 红巴巴本身就极其凶猛 不是随便杀得了的 所以当基尔加美什提出 和恩启都一起去杀红巴巴 不仅恩启都反对 乌鲁克的长老们都劝他放弃 基尔加美什力排众议 执意前往 为的是把自己的名字 永远烙印在人类的心目当中 其实他杀红巴巴 并不是什么正邪之战 而更接近于是一种 挑战极限的行为 就像登山者 非要登上珠穆朗玛峰一样 可基尔加美什的母亲 也就是野牛女神宁孙 急了 他马上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 他洗了七次澡 穿上华服 戴好王冠和首饰 去见太阳神沙马什 宁孙质问沙马什 为什么让他的儿子 基尔加美什 心中躁动突发奇想 这话就说漏了一个大阴谋 表面上是基尔加美什 要杀红巴巴 背后却是太阳神沙马什 和太子神恩利尔的权力斗争 基尔加美什 稀里糊涂地给人当枪使了 他妈可是看得清清楚楚的 所以宁孙要求沙马什 保护他儿子 在关键时候 降下十三种风 哪十三种呢 南风 北风 东风 西风 暴风 大暴风 阵风 妖风 悬风 阴风 岭风 巨风 龙卷风 好 这是宁孙做的第一件事 宁孙做的第二件事 就是认恩启都做干儿子 因为他知道 一路上只有恩启都能照应基尔加美什 而且恩启都做野人时四处游荡 对雪松林的地形比较熟悉 我们不要忘记 恩启都是用一块泥造出来的 虽然能力和基尔加美什相仿 两人还结成了感情深厚的挚友 但是恩启都的血统第一件到土里 宁孙认恩启都做干儿子 虽然是有点动机不纯 但是却也让人不得不感慨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好了 现在 基尔加美什和恩启都 带上沉重的兵刃 长途跋涉 去杀红巴巴 一路上 基尔加美什连做了五个噩梦 全靠恩启都的鼓励 才走下去 恩启都就是这样一种朋友 他本来并不同意你的决定 但是如果你一定要做 他会舍命相陪 两个人不知走了几天 终于走入雪松林 只见树木遮天蔽日 林间无数鸟兽 用今天的话说 那就是一个生态保护区啊 可见红巴巴 看守有功 但是基尔加美什和恩启都呢 可不管这些 他们在林间找上了红巴巴 一番大战 打得天崩地裂 尘土飞扬 白云打成了乌云 死亡像细雨一样 眼看就要落到两人头上 关键时候 沙马士果然降下了十三种风 吹得红巴巴动弹不得 基尔加美什拿刀抵住 红巴巴的脖子 红巴巴开口求饶 说 留我一命 可以继续替你看守雪松林 恩启都却力劝 基尔加美什杀掉红巴巴 基尔加美什就割下了 红巴巴的头 带回乌鲁克 赢得了英雄的美名 此时 掌管性爱的女神 伊什达 居然亲自来向 基尔加美什求爱 却遭到了后者的断然拒绝 不光拒绝啊 基尔加美什还详详细地 盘点了一下伊什达历任情人 其中有天神 有鸟 有雄狮 有骏马 有牧羊人 有猿丁 却没一个有好下场的 伊什达哪里咽得下这口气啊 马上从天神安努那里 借来了天牛 史诗里面 牛代表力量的最高级 所以这天牛 听名字啊 就是一个顶级大杀器 伊什达牵着天牛 从天而降 一踏足土地 就让附近的森林 沼泽和河流干枯 天牛必须一喷 地面就出现一个大坑 前来迎战的乌鲁克青年 全都掉进坑里 恩启都先来一站 他绕到天牛后面 抓住牛尾 又用脚踩住他的后腿 令其寸步难行 就在这个时候 基尔加美什出手了 他敏捷地把短剑 从牛角后面的骨缝插入 天牛就这样被他们杀死了 他们剖其腹 取其心 献给太阳神 女神伊什达站在城墙上 垂胸顿足 还召集了庙里的神迹 一起对死去的天牛 哭天喊地 你可能会想 天牛算什么顶级大杀棋 好像还没有前面的 红巴巴厉害吗 这其实是因为 两场战斗 要表现的东西不同 红巴巴是雪松林的守 或者象征着自然 杀红巴巴 也就象征着人类征服自然 肯定是非常艰难的 而杀天牛 则是一场喜剧性的战斗 为了烘托人类文明的自信和强大 不惜让地位崇高的伊什达女神 来当一回丑角 更不要说天牛了 而且 具体的战斗 总有运气的成分 但是 如果没有战斗的勇气 就不配得到侥幸的运气 杀红巴巴和杀天牛 都是杰尔加美食 为了自己的荣誉和尊严 而勇于挑战神的权威 开打之前 他并没有必胜的把握 甚至可以说 打输的可能性更大 作为领导者 他肯定不太负责 但是作为极致的个人主义英雄 他又令人敬佩 从这个经典的矛盾特质来说 杰尔加美食 堪称是后来 河马史氏伊利亚特里面 希腊大英雄 阿卡留斯的先驱 我们还要注意啊 英雄的战斗 只是台前的大戏 幕后还有众神的勾心斗角呢 史氏对此琢磨 虽然不如河马史氏那么多 却也把权力网络和人情史谷 写得入目三分 杰尔加美食 要是没有他妈妈宁孙 找太阳神通路子 最后就杀不掉洪爸爸 但是洪爸爸也有后台啊 前面说过 就是天界权力最大的太子 恩利尔 恩利尔的报复 给杰尔加美食 出了一道终极难题 人怎么才能不死 且听我说下去 话说 杰尔加美食和恩启都 杀掉天牛之后 喝得大醉 恩启都做了一个梦 梦见众神在开会 商议 谁该为杀掉洪爸爸和天牛负责 恩利尔做出的决定是 恩启都必须死 你应该记得 当时洪爸爸 求杰尔加美食饶他一命 恰恰是恩启都 力劝将其杀掉的 另外 杰尔加美食 是女神宁孙的儿子 恩启都 却没有什么背景 所以说 于理于情 恩启都都必须死 甚至某种程度上 他就是代替 杰尔加美食去死的 恩启都醒来 果然开始发高烧 他告诉杰尔加美食 不必浪费金银珠宝 向众神求情了 因为恩利尔不是一般的神 他的判决不可更改 独卧病 他的恩启都又做了一个梦 梦见一只大鸟 把他抓到阴间 那里暗无天日 遍地尘土 一栋大房子面前 堆积了无数的王冠 都是死去的先王所留下的 恩启都向明界的书记员 讲起自己的生平 尤其是和杰尔加美食 共同经历的往事 半蒙半行间 恩启都发现 杰尔加美食就在床边默默听着 便嘱咐他 不要把这一切忘记 恩启都病死以后 杰尔加美食痛哭了六天七夜 然后为他的朋友 举行了最盛大的葬礼 恩启都之死 让杰尔加美食 也开始害怕起自己的死亡 于是他辞别了乌鲁克的父老乡亲 踏上了追求不死的真诚 你看啊 怕死是人之常情啊 哪怕酒精沙场的英勇战士也不例外 利尔克认为 这部作品最伟大的地方就在这儿 因为他直面死亡的恐惧 有直接追求永生的可能 杰尔加美食听说 世界上真有永生者 他叫乌塔纳皮士提 历尽千辛万苦 杰尔加美食终于来到陆地尽头 那是一个渡口 有一艘小船和一个船夫 船夫没想到有人能找到这儿来 抡起斧子就看 可他哪里打得过杰尔加美食啊 打不过 那就只好带着杰尔加美食渡过死水 死水的水 凡人一碰就会死 所以必须要船夫帮忙才行 这个冥界船夫的设定 也是影响了后来的希腊神话的 好 来到了彼岸 杰尔加美食终于见到了乌塔纳皮士提 当面问他永生的奥秘 乌塔纳皮士提就讲了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大家耳熟能详 正是圣经里大洪水和诺亚方舟的那一段 乌塔纳皮士提就相当于诺亚 两版方舟故事大同小异 不过在乌塔纳皮士提的叙述里面 有两个圣经里没有的精彩比喻 一个是大洪水之初 狂风暴雨连绵不绝 众神自己都怕了 像狗一样在天上缩成一团 二是 大洪水刚退 乌塔纳皮士提在山顶焚香祭祀 鸡肠鹿鹿的众神像苍蝇一样 威拢过来 这两个比喻把众神说的是丑态毕露啊 恐怕只有乌塔纳皮士提说得出来 因为他是大洪水的亲历者 还因为众神吃饱喝足 破格把他也提拔为神了 这就是乌塔纳皮士提可以永生的原因 吉尔加美食听完故事明白了 这种成功没法复制 失望地准备离开 乌塔纳皮士提还有个老婆 他可怜吉尔加美食历经千辛万苦 不想让他空手而回 就让丈夫再透露一个秘密 原来 海底有一种长得像枸杞的带刺的植物 叫心跳草 吃下去可以烦恼患痛 吉尔加美食就绑了石块沉到海底 把心跳草连根拔起带回乌鲁克 顺便一提 吉尔加美食的字面意思就是 老人变成年轻人 但是吉尔加美食没有活成自己的名字 漫漫归途中 他找了个池塘洗澡 就这会儿功夫 有条蛇闻到了心跳草的香味 就爬过去吞了 立刻就退去了老皮 吉尔加美食亲眼见证了神草的效力 也就更为失去神草而痛心啊 别说他痛心了 谁读到这儿都会痛心 毕竟吉尔加美食是人类的代表嘛 我们都希望英雄能够替我们完成一些梦寐以求的事情 好好的一个返老还童之梦 现在却被凭空而来的一条蛇给嚼了 失去心跳草的吉尔加美食真的一无所有了吗 不 他又回到了乌鲁克 他又看见了熟悉的城墙 他再次登上了古老的石阶 他再次走过集市和广场 还有那宽阔的花园和热闹的神庙 史诗的最后一段和序言几乎一幕一样 用同样的词汇写的是同一座城市 然而读起来却有一种奇妙的不同 因为这回我们带入了归来的吉尔加美食的视角 早已看观的日常景象 忽然奇迹般无比珍贵 在史诗里 歌颂乌鲁克往往连带歌颂吉尔加美食 比如当初神迹沙姆哈特向恩启都介绍乌鲁克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通关整部史诗 吉尔加美食其实是在不断地离开乌鲁克的 他曾经是纵欲的暴君 也曾经是扔下王位去冒险的勇士 好像从来都说不上是一个好国王 更谈不上序言里说的体验一切 洞悉一切 完成一切 其实吉尔加美食变成好国王 就是在他回到乌鲁克以后 史诗没有具体去写 只是点出了他认知的变化 失去永生和返老还童的可能 让他学会珍惜眼前的城市 融入日常的生活 这就是他所洞悉的生命奥秘 你可以说失去心跳草的那一刻 吉尔加美食也像那条蛇一样 开始蜕变 反过来 我们可以看看永生者乌塔纳皮士体 他虽然是神 却不住在天上 在天上他必然受到众神的排挤 他始终是低人一等的神 也就难怪会用恶毒的比喻 去形容别人的神 但是他也不住在人间啊 因为永生者不会珍惜凡人的乐趣 所以 乌塔纳皮士体只能活在死水的彼岸 人生早已死水一滩 在西方传统里面 永生从来都不是什么好事 圣经里上帝为了不让亚当和夏娃 吃到生命树的果实 而把他们赶出了一点园 你可别以为那是上帝小心眼啊 其实这是一种价值观的隐喻 凡人敢打敢拼 勇于牺牲 因为说到底 大不了是一条命 一条命本来也就百来年 如果一条命是无限的 那你就舍不得随便牺牲了 所以永生者 必怯懦自私 道德败坏 在通俗文学当中 吸血鬼见不得太阳 佩戴魔戒的人会堕落成不人不鬼的咕鲁姆 而哈利波特里的伏地魔 字面意思就是非离死亡 但是代价是灵魂分裂 其实这些形象都是同一种价值观的产物 哲学家海德格尔说 人向死而生 唯有尊重死亡 才能活出价值 好 这本书的内容就为你解读到这里了 我们来总结一下 吉尔加美食史诗是人类用文字写下的最古老的故事 比河马史诗和圣经都要早一千多年 吉尔加美食是生活在公元前4800年左右的苏密尔国王 不过史诗在历史原型的基础上 加以想象发挥 史诗中 吉尔加美食一生追求三件事 一是爱 二是战斗 三是不朽 吉尔加美食的爱并非男女之情 而是强调一种天造地设的唯一性 吉尔加美食的战斗为的是荣誉和尊严 他不惜和比自己强大的敌人作战 是极致的个人主义勇士 但不见得是好的领袖 吉尔加美食没有得到肉体的不朽 但恰恰因为难逃一死 让他以全新的眼光来看待眼前的世界和凡人的生活 忠诚一代明君 以另外一种方式获得了不朽 我还要补充一点 当我把吉尔加美食史诗的直译中文版拿在手里 感觉到沉甸甸的不仅是纸张 还有其中一者龚玉书老师数十年的心血 从1872年那位名叫乔治史密斯的英国人开始 一代代研究者的积累和钻研 才让这部将近四千年前的剧著 以今天的面貌呈现在我们面前 可以说 吉尔加美食史诗的发掘 研究和翻译过程 本身也是一部史诗 今天 英雄不一定是勇猛无敌的战士 史诗也不再属于国王艺人 我们都可以去追求某种属于自己的爱 战斗和不朽 好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 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 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文和脑图 你还可以点击红包 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 恭喜你 又听完了一本书 微信 OuC H S T Y L E 提醒您 此音频警告 我全内部交流学习使用 请勿传播 并于20次小时内删除 请勿订阅